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就是我得到了一件名为破天图的宝物 受到不少人觊觎 里边有一些实力不弱的散仙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 我已经安排好了 父王 封叔叔和大哥 可以去我的星辰阁 那里有兰叔布置的星辰大阵 万物一身 至于二哥 二哥身为帝王 不好离开都城 可以 可以留下这座洞府 我将破天图也留下 万一有人前来索要破天图 不要起冲突 直接将磁宝交给对方 然后进雷山区躲避就好 小语 有些事不是我们所能掌控 也帮不到你什么 但总不愿成为你的拖累 所以你若不想说 我们就不问了 一切听你安排 父王 大哥二哥 你们放心 其实就是我快到渡劫期了 这一去不知道要多久 当然要提前做好各种准备了 好 三叔叔 三叔叔 听说你要走 对啊 三叔叔要修炼 三叔叔都这么厉害了 还要修炼啊 三叔叔这么厉害 就是因为一直都在修炼呢 哦 那三叔叔加油 提升了实力 回来陪我玩 那你也要好好努力 快快长大 变得厉害起来 嗯 三叔叔回来的时候 你要是变得更厉害了 三叔叔 就送一件好玩的东西给你 那咱们拉钩 嗯 拉钩 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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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儿 谢谢你做的衣裳 相信我 我会尽快拥有实力去见你 我会尽快拥有实力去见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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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听说暴乱星海 能量混乱 危机四伏 更是潜藏了凶兽 伞仙散播 高手无数 现在看来果真如此 短短时间 已不知经历了多少战斗 暂获了如此之多的凶兽力感 我的功力 已增长至渡截前期的顶峰了吧 可惜要到达渡截中期 就不仅仅需要补充能量了 而是需要提纯功力 看来 只有等太阳真合完全被炼化精锤 才能再有突破了 神兽莫其人 正好可以试试我的灵兽圈 渡截期的人类 挑战大成期神兽的威严 你是想找死吗 大成期 我看是三截散妖吧 虽然是神兽 可你还是直接认输比较好 该死 天火 竟是天火 逃不掉的 你 你在渡截期 怎么可能有这样的速度 秘密 不可能 人类不可能有这样的身体 你也是神兽 是什么 金晶石源 五爪金龙 你到底是谁 我就是人类 你 你看来 要用全招了 云雷 竟然不阻止我 你死定了 莫黑重罪 这招威丽不响 正常情况下 我的右手早就被炸碎了 可这绿色的生命能量 却能源源不断地修复 我身体的损伤 可你这水球里的能量 总有耗尽之势 怎么可能 我不想杀你 做我的灵兽 不 被你束缚 受你驱使 过这段没自由的日子 我宁可去死 我不会束缚你 也不会随意驱使你 如今你暂时当我的元兽 等我飞升后 你只要照顾照顾我的亲人就行 我都渡劫期了 很快就会经历九九重劫 飞升而去 好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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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默 你看那边 这云雷 看起来是有人斗结 走 去看看 混蛋 别让我知道你是谁 不然让你不得好死 师父 我被人偷袭 身受重伤 天接到来 还剩最后一刀雷剑 可功力消耗尽了 看来要死了 出我 不 有我在 你死不了 除非有挑戏之宝结灵丹 能让我瞬间恢复功力 结灵丹我没有 可我有自己炼制的生生造化丹 同样有让人瞬间恢复的功效 生生造化丹 吃不吃在你 反正也是死 拼了 我 我有救了 这是什么弹药 我竟真可以帮助它瞬间恢复功力 生生造化丹 只是普通弹药 但加入了我的生命能力 彭盟岛岛岛主手徒 八截散魔连冲 多谢兄弟救命之恩 感谢观看